大家好 我是大老K 本期我们要来讲一个曾经轰动全美的南童失踪案 这个案件发生的经过算不上复杂 但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各种线索浮出水面之后 简直堪比肥皂剧 并且还给我们留有脑洞空间 那么废话不多说 正式开始我们的节目 凯恩霍曼和德西利霍曼是一对夫妻 他们在2000年结婚 但非常遗憾的是 这两人结婚一年多就分居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性格不合 2002年8月 德西利正式向法院申请离婚 可这时他已经怀孕8个多月了 2002年9月9日凯恩霍曼出生了 虽然孩子出生时 两人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完 孩子的监护权也还没有确定 但毕竟孩子正处于哺乳期 所以凯恩霍曼出生后 一直与母亲德西利生活在一起 可这种状态只维持到2004年 就出现了问题 咋了呢 德西利生病了 而且病的还不轻 肾衰竭 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作为一名单身母亲 面对这种情况 他不得不把凯伦 交给他的父亲凯恩抚养 作为父亲 凯恩对于抚养儿子 当然是责无旁贷 不过他也有他的难处 对于一个两岁的孩子必须要得到24小时的看护才行 而凯恩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 平时非常忙 也不可能辞职回家全职带孩子 外边随便请个保姆什么的又不放心 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德西利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有一个闺蜜叫特利·莫尔顿 这个女人结过两次婚 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他原本是一个小学的老师 但因为酒后驾车被捕丢了工作 当时正待业在家 他急需要一份新工作 所以德西利联系特利 问他愿不愿意搬到凯恩的家里 帮忙照看年幼的凯伦 特利表示照看孩子是可以 但是他自己也有一个十岁的儿子要照顾 如果能带着儿子一起住进凯恩的家里的话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最终凯恩同意了特利的要求 特利就带着十岁的詹姆斯 正式入住了凯恩的家 我想接下来发生的事 大家多半也能猜出个一二 单身男女 干柴烈活又住在同一屋檐下 很快两人就处出了感情 2007年4月 凯恩和特利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2008年12月 他们爱情的结晶女儿 奇拉雅霍曼出生了 与此同时 凯恩的前妻德西利 也已经恢复了健康 而且还找到了自己的新伴侣 一个叫托尼扬的警官 到这里 原本的一对夫妻 总算各自都回到了生活的正轨上 但这一切 却在大约两年后发生了改变 2010年 凯恩霍曼已经八岁了 他与父亲 以及继母特利生活得很好 当时正在波特兰的一所叫做天际的小学 读二年级 时间来到6月4日星期五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平时凯恩都是坐校车去上学的 但这天 继母特利将会专门开车送他去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学校正在举办一个科技展 凯恩也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 他研究的课题是红眼青蛙 学校会给每个参加科技展的学生提供一个展板 用于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一天正好是学校对外展出的日子 所以凯伦迫不及待的想向继母展示他的作品 于是当天一大早 特利开着一辆白色的皮卡 带着凯伦以及小女儿奇拉雅向学校进发了 早上八点左右 一星人来到了天际小学 凯伦迫不及待的把书包和外套放在了教室里 然后就拉着继母来到了学校体育馆 也就是展出的举办地 并兴奋的向继母和他的同学 展示他的红眼青蛙项目 当时特利还帮凯伦在展板旁边拍了照片 接着他们在体育馆转悠了起来 参观起了其他同学的研究项目 大概上午八点四十五分 展馆中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学校九点钟上课 所以特利让凯伦回教室准备上课 自己则带着女儿奇拉雅离开了学校 当天凯恩下班比较早 因为接下去两天都是休息 所以他打算今晚带上老婆孩子 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下午三点半左右 凯恩 特利以及女儿奇拉雅 来到了校车的停靠点 准备接放学回家的凯伦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家人竟然没有等到凯伦从校车上下来 凯恩急忙询问校车司机 有没有看见自己的儿子 但司机说今天凯伦就没有上过校车 司机建议凯恩赶紧联系学校 可学校传回的信息更是让人心机如焚 因为从早上8点45分 特利离开学校后 就再也没有人看见过凯伦 从班主任的签道表上来看 凯伦一整天都是缺情状态 当天下午3点46分 天际小学的校长秘书苏珊拨打了911 凯恩和特利则赶往了学校 希望能在学校找到凯恩 下午4点当地警方也来到了学校 在他们了解完大致的情况后 表示了对找到孩子可能性的担忧 因为警方觉得孩子从失踪到报案之间 间隔的时间太长了 更麻烦的是 当天因为科技展的原因 学校是对外开放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人都能自由地进出学校 这无形中再一次提高了警方搜寻的难度 看到这里一定有观众要想了 小孩没来上课 怎么学校也不第一时间通知家长呢 说起这事还真不能完全怪学校 因为6月4日早上 特利在观看科技展时 正好遇到了凯伦的老师 两人在聊天时 特利提到说周五帮凯伦预约了医生 大家还记得吗 6月4日就是周五 所以老师在发现凯伦缺情后 觉得他应该是被他继母带去看医生 根本就没有多想 而实际上特利预约的看病时间是6月11日 也就是下周五 说到底呢 这属于沟通上的一个误会 大家都有错 谁也怪不了谁 虽然当时已经错失了最佳的搜寻机会 但警方还是第一时间展开了行动 首先他们向学校所有学生的家长发了一条短信 通知了凯伦失踪的基本情况 希望有知情人可以提供相关线索 其次 6月4日当天晚上 警方调集了所有他们能够调集到的人员和警犬 对学校周边六英里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参加搜寻的警员以及志愿者越来越多 到6月6日已经达到了200多人 同一天 另一波志愿者开始在大街小巷 分发起了凯伦的寻人启示 但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努力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凯伦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找不到丝毫踪迹 就在凯伦失踪一周后 6月11日 凯恩夫妇以及凯伦的生母德西利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向媒体和全社会发起了求助 很快志愿者的人数达到了1300人 虽然帮助寻找的人越来越多 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然而就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两天后的6月13日 警方却宣布结束大规模的搜寻工作 正式转入刑事调查 敏感的小伙伴一定猜到了 警方这是找到寻找方向了 没错 他们确实盯上了一个人 谁呢 凯伦的继母特利 警方之所以会怀疑她呢 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 她是最后一个与凯伦在一起的人 所以存在怀疑她的理由 第二呢 此案发生后 警方对凯伦的家人啊 逐一进行了询问以及测谎 而特利竟然没有通过测谎 当然警方也知道测谎这东西吧 有时确实不怎么靠谱 谨慎起见 他们又对特利进行了第二次测谎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特利啊依然没有通过测谎 就因为这两大因素 警方决定深入调查特利在6月4日离开学校后的行踪轨迹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那天她到底干了些什么 上面我们介绍过啊 特利是大约8点45分离开的学校 她在9点12分出现在了西尔斯伯勒的一家叫做弗雷德迈尔的超市中 但是她很快就出了超市 又开车去了比弗顿的弗雷德迈尔超市 离开第二家超市后 特利顺路去了同在比弗顿的一家干洗店 她往干洗店送了几件丈夫凯恩的工作服 之后啊她又去比弗顿的一家工艺品店逛了一会儿 离开时呢是上午10点10分 她的下一个停靠点是比弗顿的一家健身房 时间是上午11点39分 因为健身时呢不能带孩子 所以她把小女儿奇拉雅呢 寄存在了健身房的托儿中心 然后啊就健身去了 中午12点40分 特利呢离开了健身房开车回家 她家离健身房大约11英里 下午1点左右到家 之后就一直在家中 直到3点半和丈夫凯恩一起去校车站台接凯伦 这就是特利6月4日离开学校后的所有行程了 我估计已经有小伙伴发现问题了吧 没错 她早上10点10分离开工艺品店 11点39分出现在健身房 之间呢有90分钟不知去向 那么这消失的90分钟她在干嘛呢 特利对于这神秘的90分钟是这么解释的 她说啊自己的女儿奇拉雅在那段时间呢经常耳朵疼 但是她发现啊只要女儿坐在行驶的汽车中 就能缓解耳朵不适的症状 就因为这个原因 她在离开工艺品店后啊 就沿着波特兰的一条乡村公路来回行驶了一多小时 不知道有没有学医的小伙伴在看我的视频啊 这坐车缓解症状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OK啊我们言归正传 虽然警方呢对于她这90分钟的行踪呢表示强烈怀疑 但毕竟呢也没有什么其他证据 不过警方开始怀疑特利这件事啊 却被媒体们知道了 这下子好了 客大媒体呢都开始挖掘起了特利的黑历史 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 特利呢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比如她2000年啊 醉酒驾车被交警逮捕时啊 她的儿子詹姆斯也在车上 当时呢因为这件事 特利还受到了儿童保护组织的谴责 说到她的儿子詹姆斯呢 媒体还发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啊 就在凯伦失踪案发生前没多久 詹姆斯呢搬出了凯恩的家 现在呢正和她的爷爷奶奶一起居住 这件事啊看似和失踪案没有关系 但是媒体觉得詹姆斯搬走的时间点啊 多少有点敏感 由此是否能够猜测特利在那段时间的 精神状态或者性格脾气出现了问题 导致儿子詹姆斯离开了呢 当然这些内容呢也都是媒体的猜测 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但在2010年6月26日啊 也就是凯伦失踪三周后 却发生了一件相当诡异的事情 这一天啊警方人员突然联系上了凯恩 并要求与他单独谈谈 这凯恩呢起先也觉得奇怪啊 什么事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可他听到警方的第一句话啊 就震住了 你老婆特利要杀你 这凯恩完全摸不着头脑啊 心说什么情况啊 警方接着说 你知道你们家有个园丁 叫鲁道夫桑切斯吗 凯恩又懵了 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家里有这么一个人啊 接着警方啊 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凯恩 原来啊 就在前几天 一个叫鲁道夫桑切斯的人 找到了警方说啊 他是一名园艺师 特利在2008年雇佣了他 为家里修剪草坪 不过奇怪的是啊 特利每次叫他来的时间都不固定 而且呢 他每次去的时候 男主人凯恩都不在家 后来啊 特利还开始有意无意的勾引鲁道夫 两人呢还发生过关系 2010年初 特利邀请鲁道夫到一家餐厅吃饭 就在那次吃饭时啊 特利让鲁道夫干掉凯恩 他对鲁道夫说啊 凯恩有个习惯 那就是身上呢 总带着一万美元 如果你愿意干这件事情啊 到时候那一万美元就归你了 而且呢 警方也会单纯的把这件事认为是一起抢劫案 而抢劫呢 又是最难侦破的 据鲁道夫说啊 特利之所以要这么做 原因是他经常受到凯恩的虐待 并且呢 凯恩正计划要与他离婚 并夺走女儿齐拉雅的监护权 所以特利啊 打算先下手为强 当警方讲述完整个经过后啊 凯恩都吓傻了 可这事呢 还没完 警方又告诉凯恩 就在我们与你谈话的同时 鲁道夫正带着一名杀手 拜访你的妻子特利 当然了 杀手是一名便衣扮演的 他们身上呢 都带有录音设备 鲁道夫将会套出 特利几个月前要干掉你的话 到时候呢 这份录音将作为呈堂证供 可警方把这件事呢 想得太简单了 当鲁道夫去套话时啊 特利什么都没有说 直接就拨打了911 这次行动呢 也就这样失败了 行动的失败呢 意味着鲁道夫的正言 将会成为一个纯粹的故事 从法律角度上来说 特利依然是无罪的 但这件事呢 对于凯恩来说啊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在警方告诉他这件事情的 当天就带着女儿齐拉雅 离开了他们居住的房子 两天后正式向特利提出离婚 并向警局申请了 对特利的限制令 凯恩申请限制令的理由就是 怀疑特利与儿子凯伦的失踪 有直接关系 那么此时正在经受着各种猜忌 和怀疑的特利在干什么呢 说出来呀 你们都不信 简直绝了 就在凯恩离家几天后 他就开始勾引一个 叫做迈克尔·库克的男人 那么这个迈克尔·库克 又是什么人呢 他是凯恩的一个同学 6月初因为发生了凯伦失踪的事 他为了帮助同学 积极的参与了寻找凯伦的工作 就在凯恩向特利提出离婚后 特利就开始发一些诱惑性的自拍 和短信给这个迈克尔 这种花边新闻一出 媒体们高兴坏了 觉得这个特利太有新闻性了 于是一帮记者没日没夜的在他的身边蹲点 希望挖掘出更多的信息 还别说 这记者们的蹲点还真的被他们蹲出了一个人来 这个人名叫戴德·斯皮尔 他和特利是在健身房认识的 两人属于那种关系比较好的健身伙伴 为什么这个人会进入媒体和警方的视线呢 原因很简单 自从凯伦失踪后 特利与这个戴德的联系就越来越频繁 在凯恩提出离婚后 两人的关系更是密切 后来特利直接搬出了自己的家 和戴德就住在了一起 所以警方和媒体都觉得 这个戴德很可能了解凯伦失踪的真相 甚至直接参与了这件事情 接着警方对戴德的调查就开始了 更多奇怪的线索浮出了水面 戴德一直在为波特兰的一个房主 做园艺工作 但据这位房主说 凯伦失踪当天 也就是2010年6月4日 上午11点30分左右 戴德突然失踪了 房主试图打电话联系他 但是他却连电话都不接 直到下午1点才又出现在了房主家 整个消失的时间大概在90分钟左右 再结合他与特利的亲密关系 警方对这两人的怀疑越来越重 于是他们偷偷监控起了两人的手机 希望在两人的通讯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监控手机的事情被两人发现了 于是他们马上购买了一种叫 预支付手机用于日常联系 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预支付手机是什么东西 这种手机办理时不需要提供任何个人信息 手机内有固定的电话费和一个电话号码 等这个手机的费用用完之后 这个手机就没用了 这种手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和安全 不易被人监听 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两人的嫌疑越来越大了呢 但非常遗憾的是 此案查到这里就算是查到头了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虽然从警方得到的所有线索来看 好像通通都指向特利 但是警方手上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虽然警方在之后的一些年里 一直没有放弃此案的调查 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2016年特利因为驾驶一辆偷来的汽车 在加州被捕 后来被保释出狱 出来后没多久 他的同居男友又报警说特利用刀威胁他等等 反正只要是关于他的消息 没有一件是好事 不过不管他在这些年做了些什么 警方却依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能把他和凯伦失踪案联系在一起 凯伦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所以此案最终成为了一起宣案 那么接下来我就根据现有的线索 来谈谈个人对此案的看法 对于一起儿童失踪案来说 无外乎两种可能性 外人作案和熟人作案 如果是外人作案 那目的基本上就是拐卖 绑架或者是遇上变态了 但是我觉得外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想凯伦失踪的地方是学校 学校那天又在办科技展 虽然人员混杂的确会给案件增添很多的可能性 但同时它也有它的好处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一个陌生人想要带走凯伦 孩子只要发出喊叫声或者做出反抗的动作 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而凯伦失踪时已经八岁了 并不是两三岁那种傻傻的年纪 他不但不傻还参加了科技展 研究了红眼青蛙的课题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很聪明很有主见的孩子 所以我更倾向于熟人作案 那么说到熟人作案呢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特例了 作为特例想要在不被任何人注意的条件下带走凯伦 并不难 当然警方怀疑特例最主要的根据就是那个原定鲁道夫的证词 很多网民对他的证词发表过看法 其中有一个reddit上的网友还做过深度的案件剖析 他觉得特例并非此案凶手 因为这个鲁道夫不是美国人 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 英语只会一点点 而特例又只会英语不懂西班牙语 所以两人的沟通实际上是不畅的 另外既然鲁道夫每次去特例家凯恩都不在家 那为什么特例让他干掉凯恩时还要去饭店那种公共场合呢 直接在家里说不就行了吗 所以这位网友表示鲁道夫会不会是警方安排来故意构陷特例的 对于reddit网友的分析我是不认同的 第一 沟通不称不等于不能沟通 第二 他们怎么就不能在公共场合说这件事了呢 这没有绝对的逻辑关系 第三 不可能是警方故意构陷 因为如果鲁道夫是警方做的局 那他们就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凯恩 而且他们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啊 只要特例不承认警方就没有任何办法 而完全编造的东西特例会承认吗 显然不可能 所以通过以上三点 我认为鲁道夫是真的主动向警方报案的 那么问题来了 鲁道夫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关于这一点啊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第一 鲁道夫没有陷害特例的理由 他作为一个园丁没事去陷害特例干嘛 第二 鲁道夫说特例要干掉凯恩的理由 是凯恩虐待他 并且打算和他离婚还要带走女儿 警方把这些内容告诉了凯恩后 凯恩当天晚上就带着女儿走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凯恩相信了鲁道夫说的话 那他为什么会相信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说的话呢 我想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鲁道夫说出的那些特例要干掉他的理由 都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是这样 那么特例就有对付凯伦的动机 一是报复凯恩 第二是没有了凯伦离婚后他能分到更多的财产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特例的那位好友戴德 他在凯伦是从当天上午11点30分不知去向 在这个时间点呢特例也是不知去向 当然他们产生交集的时间很短 只有10分钟左右 因为特例在11点39分到达了健身房 但是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 特例说他在10点10分到11点39分这90分钟内 在波特兰的一条乡间小路上开车 目的是缓解女儿耳朵疼的症状 而戴德的工作地点呢正好是在波特兰 还有一点啊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戴德和鲁道夫都是园丁 这两人呢又都牵扯进了凯伦失踪案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大家仔细评评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呢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大老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